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 蔡天鳳那宗案件到現在都好幾天了 差不多有接近10天了 就拘捕了有6個疑犯,其中有一個已經保釋了 最新拘捕那個未有任何新聞說他可以保釋 估計他是知道這宗案件的內情 至少在我現在錄片的這一刻他還未有消息可以保釋出去 如果是保釋不到出去的話 那就是可能有參與到這宗案件所以就無得保釋 而其實之前都講過對於他們一家來說 最慘就是那4個小朋友了 因為兩個有10歲和8歲的 這兩個小朋友已經是董事的了 而根據最新消息報導 蔡天鳳生前的好友 資深大律師青紅契仔周英傑 之前接受媒體訪問時就透露到 Abbie和她前夫鄺港治所生的兩名子女 10歲的大兒子和8歲的兒女已經知道媽媽是離世的了 講到Abbie的大兒子和兒女都有看到新聞 上學有同學講 所以知道件事當然好傷心 她說兩個人走過媽媽房都會哭 而她的兩個6歲和3歲的兒女仍然未知道這件事 家人暫時只是跟他們講說媽媽出在外面做事 就不希望兩個小朋友這麼快知道了 而她亦都講到不知道未來蔡天鳳4個兒女會不會一起生活 目前都未知道之後是怎樣安排的 其實之前都講過啦 你10歲8歲已經懂事的了 就算你新聞不給她看都沒用 她們自己有手機的嘛 就算可以真是被她給得到啦 你回到學校的同學也都會講的 再加上自己媽媽是被老爸殺了的 這個這樣的狀況回到學校其實都不好過的 可能那些同學仔講的東西都會好難聽 不要小看這些小朋友講的東西 是可以給我們大人講得更難聽都有的 最後再補充多一點點治療啦 就是最新竹的第6名疑犯 現在就是說她涉嫌協助罪犯潛逃 暫時空高她是協助罪犯罪 下個星期一6號上午就會去九龍城裁判法院提堂 又說她是試圖收取幾十萬的報酬 協助其中一名罪犯 經水路離開香港啦 警方就說現在就查緊被捕人 同之前幾名被告的關係到底是怎樣 好了那今集的資訊同大家看到這裏先啦 大家有什麼想講呢 下面留言啦 我們下集再見啦 拜拜